现在是中国的博物馆数量越来越多 我们做过研究 当一个孩子 他如果是在14岁之前 他养成了经常去看博物馆的习惯的话 那么他可能终身 他就不去 有很多小孩 然后他喜欢去 怎么样去服务他们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希望呢 进行习惯 甚至我们的那个展柜 那展台 这些设施呢 都是会有这么的儿子 博物馆怎么更会阐述我们的内容 这个呢 其实并不容易 我们现在呢 也进行了不同的探索 比如说我们的 假如国宝会说话呀 我们国家宝藏啊 纪录片呢 等等 但是整个来说 还是有待提高 这个文物呢 它总有它的寿命的 所以我们用我们现在的技术 尽量去采集 我们现在的精度呢 已经能到0.03毫米了 数据采集了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利用 那我们也在去做一些尝试 比如说这个十二窟 我们呢就把它原大打印出来 去浙江啊 去上海啊 我们一些展出过 给人一种震撼感 我们通过三地打印这种技术呢 希望呢 云港石窟呢 能够在全世界 做一个寻展 我们再结合这个三地打印的 感受到云港它作为国家宝藏的那一种 体谅 就是说 让文物为普通观众所接受 这重建其实是有困难的 他们初心想试图用更多的这个视角 去采采文化的这个价值 我觉得这个方向 你至少是应该肯定的 做文化传承 不能只是迎合 就是说 我这个东西 受数率高 我就好 那不一定 也得有引导 你研究好经典 阐释好经典 你传播好经典 更多的 它应该围绕着经典去做东西